好 就是在中國政治鬥爭的氣氛 山羽欲來豐滿樓 不過習近平呢 這個即將要去歐洲訪問 這個在外面好像對自己的人身安全 危機感還是很強 他到匈牙利 這個維安滴水不漏 幾乎是要封城了 待遇比教宗還要來得高 當然對於匈牙利 已經開始自由的人民來說 很不習慣 很痛苦 5月5號到5月10號 預計要出訪歐洲三個國家你知道 其中很多人就發現到 他在匈牙利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陣仗之大 因為之前已經傳說 最少有兩三百人的 這個所謂的護衛團 很有可能會先抵達到 這個匈牙利裡面去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甚至做了一件事情 一般來講外國國家元首 如果到我們這邊來 這個採訪的時候 維安應該有誰做 應該有所在國這個地方做 但匈牙利沒有 他開放讓中國大陸的警衛人員進去 所以代表什麼 這個習近平在整個行程的維安裡面 全部由他自己的人來負責 那有人講說 事實上他們在匈牙利這個地方 有很多觀光景點或幹嘛的 現在傳出來要關閉 比教宗訪問的時候更為嚴格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太嚴格 反而導致習近平的行程 很有可能曝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時候有傳出來講說 我告訴你習近平這邊要去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要進空對不對 所以觀光會都不能去 好死不死 剛好在有一個 他們在布達佩斯山旁邊 有一個那個纜車你知道 本來是觀光聖地 突然宣布說5月9號的時候 纜車那一天不行駛 那很多人就就是說 習近平要來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條纜車剛好在匈牙利總理 他的辦公室旁邊 所以這不是變得非常非常奇怪嗎 可是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為什麼他要用自己的 因為很簡單 國家元首的這種維安 以中國大陸來講 他當然很怕出亂子 所以周邊利用最親信的人 你光看 像這個是2017年香港回歸的 那個20週年的時候 你看習近平站在這個所謂的 指揮車上面 他每一次護衛他的 這個所謂的一把手 都是坐在車子副駕駛坐的 這一個 當時那個人叫做王紹軍 他是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其實中央警衛局 他的位階是在中央辦公室下面 也就是直屬這個中央就對了 你就這樣想就好 但問題是王紹軍在那個時候 被人家稱之為叫做中南海保鏢 事實上王紹軍 那個時候其實幫他那個護衛的那個 其實習近平非常非常信任他 但很奇怪的是2023年 那個新華社突然發了一個新聞 講說我告訴你王紹軍生病了 而且病重到沒有辦法醫治 就死掉了 那個時候大家就傳言非常非常多 有一度的懷疑認為說 王紹軍雖然那個時候 習近平2017年的時候很相信他 可是據說王紹軍 他一部分來講 被人家認為他是挺胡錦濤的 那對於習近平來講 我怎麼可能讓你誰挺誰的 誰挺人留在旁邊 所以一直有一個網路上面的傳言 講說他是被毒死的 被毒死他的人是誰呢 誰立了大功 誰就會接那個位置 這是很好的一個聯想 後來就傳說2022年的時候 在印尼這個巴黎島 G20那個拜習會的時候 旁邊的這一位出現了 這個是誰呢 事實上他是後來接任 王紹軍位置的 這叫周鴻徐 他也做了這個 所謂的中央警衛局局長 可是在之前的傳言 就是傳言說什麼 傳言說是不是你周鴻徐 幹掉了王紹軍 取得了所謂習近平的信任 可是我老實講 你改朝換代 中央警衛局因為對我來講 最貼身的我如果做總統 我一定會用自己人 那你這個用了自己人 基本上你既然用了他 他應該會跟你很久 可是沒有 習近平的任內 一直不斷的在換這個 所謂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 那外界還有他們自己 那個中國大陸內部 就一直認為說 習近平是不是不安心 不安心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一般我們其實 如果參加場合 那個總統 或什麼元首旁邊 不是都會有隨乎對不對 可是通常隨乎 會跟你保持一些的距離 為什麼 如果是自己的這個場合裡面 通常隨乎都會站在 這個會場的兩側 可是2024年 這個中國大陸新春團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這是一個大圓桌 那大圓桌裡面 每一個後面 每一張桌子 坐的都是德高望重之輩 意思是看起來 都有一點年紀 像是這位 像是這邊對不對 但偏偏離習近平 後方最近的這兩個桌子 被拍到這兩個人 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他們有些網民就講說 那如果是要得到望重之輩的人 很多人頭髮像康仁俊 什麼頭髮你知道嗎 要一百八 如果就是要白白 結果這兩個看起來 滿頭黑髮 重點是很年輕 年輕人怎麼有可能會坐在這兩張桌子的那個地方 而且你看他正經為座的樣子 而且左右互乏 這感覺上根本就是 保護他的 保護他的 你在連內部的這種所謂的團拜 你都要派兩個人 這麼輕這麼貼近的 他一定沒有安全感 所以回來 你剛剛講 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這一次要去出訪歐洲 說要派這個 這個什麼警衛團 或過去 2023年的時候 習近平果然產現了強國的風範 他那時候去參加那個金磚峰會 到了哪裡去你知道 到了那個南非去 當時就在傳說 他包下來兩間飯店 習近平怎麼一可能住兩間 兩間飯店 不是啦 他是帶了五百個人去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是 這一間裝潢給我打掉 窗簾給我換掉 椅子給我換掉 傢具給我換掉 那代表是什麼 他把整個的那個總總盜飯 全部拆光了 重新安裝自己 他就怕說人來 在來倉東西 你知道嗎 2018年的時候 他到這個所謂的巴布亞 新吉內亞的時候 甚至要求人家幹嘛 像美國總統不是有那個野獸一號嗎 他說我也有 我有中國大陸制什麼 紅旗什麼東西 但是他把國產 那個那個防彈車 運到當地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件事 酒店大門太多了 我的車如果要進去 這樣還要回轉 滷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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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不要換車 你把門給我卡掉 太誇張了吧 沒有誇張 巴布亞新吉內亞立刻說 好我們就把酒店那個門 把它給拖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對這個元首出訪 說實話 美國我相信 他的元首的維安 也做得非常非常強 但問題是 現在要反歐前夕 居然開始傳出來說 歐洲有一些國家 開始放一些訊息 比如像德國 他就說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已經抓到了 我們有中國的海外間諜 他們幹嘛 你知道 他說你這個間諜來之後 把我們國家資訊 還有一些商業的機密 你居然移轉到了中國大陸內部去 那我講實話 你現在你要去訪問歐洲這些國家 結果歐洲國家現在開始告訴你 講說我有好多這個所謂的海外間諜 在這邊 甚至還幹嘛 你知道 通常抓到間諜是一件事 他說我告訴你 我不只抓到間諜 我還知道他在哪裡 我還知道他的情報機構 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說 歐洲各國好像陸陸續續 在這個時間點放出這些新聞 是不是要去警告習近平 或給中國大陸一個訊息 這個不得而知 過去中國在崛起的時候 歐洲人要做中國的爭議 所以互動之間還不錯 但是現在美中對立的氣氛之下 歐洲看起來應該是比較選邊 往美國站 習近平這次可以力往狂瀾 有這個機會嗎 或者是在一帶一路當中 他希望能有什麼成果 這一次的習近平到歐洲訪問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成就 因為他的時間點是在 5月5號到5月10號之間 但是他去的國家是蠻特殊的 第一個就是法國 那法國本身來講 在疫情解封之後 是馬克宏是第一個跑到這個 這個中國訪問的一個歐洲元首 那當時大家也知道說被罵翻了 因為怎麼不團結 但是因為那時候也發生成了俄武戰爭 所以其實美國是用了俄武戰爭 把所有北約的歐洲國家 全部都在拉攏回到美國這個陣營 但是到了匈牙利 因為匈牙利在這俄武戰爭當中 其實是最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 然後再來就是塞爾維亞 不過我覺得整個行程來講的話 是在後面這兩塊行程 才是值得大家觀看的 第一個就是說 匈牙利跟塞爾維亞這兩個地方 都是中國在推動東歐的一帶一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因為東歐來講的話 各位也知道說 最近跟台灣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好 立陶宛 愛沙尼亞 拉托維亞 甚至捷克斯拉伐克 而且現在捷克也有開直航的班機 所以大家去捷克非常的容易 那十六加一的這個加一 就是加中國的這個概念 就是東歐國家十六加一 這個局勢已經被破掉了 就是說他們已經沒辦法團結的 跟這個中國站在一起 而這個東歐國家來講 他們意識到了 中國是用這種方式來滲透 來破壞整個歐洲的團結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塞爾維亞 為什麼呢 因為塞爾維亞目前來講 不是北約國家的會員國 那這時候塞爾維亞就是我們所俗稱的前拉斯拉夫 那塞爾維亞的首都就是貝爾格勒 就是一九九九年的時候 美國V2就是發動這個導彈 然後結果就炸到這個中國駐 這個前拉斯拉夫大使館 今年是二十五週年 而習近平到現場去的那一天時間點 五月七號就是炸大使館的那一天 那所以他故意是要挑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告訴美國了 而且他在現場要做什麼事情 做減採 做減採 就是說那也要形成一個新的文化中心 那故意的告訴美國說 我其實中國的來這裡 我記得一九九九年那個血海生蟲 那個血海生蟲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也就是因為如此之後 整個中國在整個所有的 包含國家安全戰略 現在他們中國成立的 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都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時候 因為被炸了之後 開始想出我們應該有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整個所謂的斬首行動 中國可能未來會對臺灣 比如說總統府進行這種轟炸 選美國的 所以就從那個地方開始學起來 而且從那個地方就開始說 我有一天我要報仇 我十年磨一劍 二十年磨一劍 三十年磨一劍 我總有一天要對美國報仇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非常小可的原因 是因為習近平在釋放出一個訊息說 我還記得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 他選這個點其實真的是很給美國 沒錯 做給美國看的 而且要告訴美國說 這個血海深仇 我絕對還是記得的 而且只是我現在比較弱一點 沒辦法跟你對峙 所以一般戰略觀察家是觀察到了 這個仇他不是不報 是是晚一點爆 等到變大之後敗 但是大家就是一下壓著 讓他不要變大 美國策略就是這樣子 我不給你東西 因為你做壞事 拜登自己講的 拜登說我不給你晶片 為什麼 因為拿晶片會做壞事 所以就告訴你說 今天如果說中國拿到 偷到什麼晶片 或是自己 他們不叫彎道超車 他們是要換跑套超車 他們不叫彎道超車 而且習近平選這個點 也是要讓他的國人感受到 是民族之恨 對 民族之恨就挑起來了 那他更加鞏固他的政權 而且接下來的五月十六號 就是拜普丁要到北京訪問 所以普丁也是首次出國 所以兩個人又在北京好來好去 那個對西方國家來講的話 看在眼裡 就是你們這些就是所謂邪惡中心 就是大家大團結的概念 你說對於北歐國家來說 他們最大的敵人是誰 對北歐國家 當然就是俄羅斯 是俄羅斯 那俄羅斯跟中國又是無上限友誼 友誼無上限 帥爾維亞就是在所有東歐國家當中 沒有加入北約的 而且他是跟俄羅斯親的 而且匈牙利也是反對 這個俄羅斯戰爭中 他是最討厭烏克蘭的 所以嚴格講 匈牙利他也是親俄的 所以他走的路線 其實是親俄路線 所以他現在其實就要表明一個概念 第一個我反美 我記住美國以前打中國的 那一個大使館那件事情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在佈局說 把歐洲這些小國家 俄羅斯可能沒辦法 這個時間照顧到他 我中國來幫忙 俄羅斯照顧到他 這也是中國在發揮東歐影響力的一個做法